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可以优先参加不定期由保罗政治学院 在香港举办的活动 第三种是钻石级的订户 每个月付100元美金 支持我们100元美金 同样可以享有所有银级或金级 订户的优惠 还可以每年收到不少于一本 由旭文、编著和亲笔簽名的新书 包含本地和海外的邮费 直接寄到各下的赴上 突破黄标言论审查 付费支持自由发声 请支持MyRadio 都领先锦与点栏目 現在替你否釋政治 我們簡單說說66條要害的地方 所謂要害也者就是… 如果用共產黨的態度、立場 就是很厲害的要害 即是擊中要害之處 他現在不是擊中那些… 他認為他會勾結外國勢力 或會顛覆國家政權分裂 國土交好保主義的人 因為那些人很多是… 你以後的那些是稻草人而已 對嗎? 唯一是比較實古實作的 就是勾結外國勢力 現在那些黎智英、李柱銘 亂的香港眾志羅冠聰、黃之鋒、張崑陽 他們一定認為這些是證據確鑿的勾結外國勢力 你不僅是口頭上要求美國制裁香港 你是藉此身體力行去到美國 對嗎? 跟這個政府和國會接觸的 在他的角度來說 這是百分之一百的勾結外國勢力 對嗎? 好了,至於顛覆國家政權 對嗎? 分裂國家罪或恐怖主義活動 真是硬來的 賣口又是恐怖主義 開口又是恐怖主義 對嗎? 所以你的罪行在條文裡的定義是非常模糊的 你看回香港的刑事條例 中文是很難讀的 因為英文翻譯過來了 拉喀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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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原文是非常確切的 對嗎? 又有畫又有及 我經常改過這些條文 但是在英文來說 他很清楚 很細緻地列明 那些罪行很確切的 這不是的 譬如《非法集結》 那些說三人以上 你做了一些事 引起其他那些 稍為理性的人感到恐慌 然後又是暴力傾向那些 是嗎? 此外寫得很清楚的 大哥 你任何一個香港律師 除了湯家驊 是嗎? 除了譚慧珠 除了梁愛思 這些 齊萬奇 梁美芬 這些欺負人之外 喂 你看回香港法律的人 看那些條文 你一拍完這66條 你就吵你什麼飆汗了 是嗎? 你叫你打官司 你不知道怎麼打的 那些法官真的要上大陸 參加那些人大常委會 那些法官委舉行的學習班才行的 大哥 是嗎? 不是怎麼搞啊 你告訴我怎麼審案 是嗎? 我現在說的是常識 其實是很嚴重的 其實是 他怎麼審啊 你告訴我 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 你那四類罪行 大家會擔心的是 你真的不確切罪行 然後最高可囚終身 是嗎? 全部最高的法則就是終身監禁 這四種罪 分裂國家罪 顛覆國家政權罪 恐怖活動罪 勾結外國勢力罪 全部的最高 就是那個法則最高就是 終身監禁 那就是要上高院審的了 要終身監禁 不知道什麼是裁判法庭 對吧? 還有呢 大陸有一種叫做 褫奪 這個 政治權利終身 那些 對嗎? 選舉權 被選權 但是香港也有褫奪 它有個期限 對吧? 你看回一些選舉條例 你就知道 但是這個 條例是沒有期限的 是終身 因為國安法而被定罪的人 喪失立法會區議會選舉的資格 也沒有資格出任特區公職 或者特首選舉委員會 那沒有說時效的 沒有說是三年、五年 之內不可以參加 沒有的 那就是終身 是不是? 那就是終身始奪的政治權利 那你跟香港又怎麼一樣呢? 最慘是有些人還要扭 這個是為香港度身訂造 所以叫做港版國安法 所以一國兩制仍然是在維持 但是你實際上那個餡不是那些東西 所以你每條條文尋張集據 你 喂 就是 看完之後很嚴重的 那以後 警務處設立那個維護 國安部門 就是等於那時英國佬的政治部 糟糕了 他可能就不是 香港警務處 內部或者政府 香港政府去管 香港政治部有些人說我MI6 那時候是 是不是? 是不是? 真的要對那些政治部有研究的人 去說 是不是? 就算是 此一時比一時 是吧 警務處的權力可以大到甚麼呢? 即是說 他去辦理相關案件的時候 可以搜查可能存有證據處所 和電子設備凍結 或者充公 可能意圖用他犯罪的財產 經特首批准 可以對合理懷疑 即是對友合理懷疑 涉及實施危害 國安人採取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 你說為何恐怖 這樣也不恐怖 如果這樣也不恐怖 怎樣才會恐怖呢 但事實上又不太恐怖 香港政府現在開始都在做這些事 沒有國安法 是嗎? 一抓到你就收你的電話了 是嗎? 去到進屋去搜查 那時候叫搜查令 現在不要牙齒齒齒 有沒有搜查令 你不要牙齒齒齒 我現在合理懷疑 你是觸犯國安法 這樣就不夠他搜的了 你不搜到天分地 都可以 是嗎? 沒有的了 哪還有人權呢? 最好笑的就是 在那些條文裡面 經常都要強調 就是說 或者說有人權的 之前的說明經常說打擊少數人 對不對? 好像第十二條 二十條 不論是否使用武力 或以武力相威脅 只要行為被視為 自在分裂國家 或者破壞國家統一 即送犯法 意思是你不用武力 你的行為 比他覺得是自在 他覺得 他覺得 被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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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是被視為 但是你國際的 即民主國家 它的相關法律的標準就是 你的行為必須要 包括使用武力 或者用武力來威脅 才會構成這個罪行 你不是 你被視為自在分裂國家 或者破壞國家統一 就是這樣 你被視為主語是誰 被視為主 主語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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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誰 被視為 因為有人視你 那視你谷是誰 他的一個是 這是一個 明顯的聲音 對 即是 如果你這種說法 說人權就一樣得到保障 大家會很難明白 是很難的 你跟他爭論也沒有意思 當然現在的法律界人士 包括大律師公會 他會繼續說 還有這個國家安全法 解釋權就在人大的常委會 不是在香港法院 這個他有大條道理 這個是屬於中央的事務 就回答你了 有些人可能說這個和基本法第158條有抵觸 是不是? 這條他認為是屬於中央政府的權限 所以解釋權不可以在香港的法院 就是這樣 休息一會兒